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门地区是在被封面 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地方 所以今天温度很高 金门甚至高温来到了37.2度 而随着整个烟花台风逐渐的往北转弯上去 目前看它发布陆上台风的警报的几率还是有的 但逐渐降低当中 我们透过整个路径预测图来看到 目前整个烟花位在台湾东边 大约是在47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今天白天走的速度依旧相当的缓慢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之间 依旧会以很缓慢的每个小时6到8公里的速度 会朝着偏西北的方向逐渐来转弯了 预计要等到明年的下午过后 导引气流比较明显 速度就有机会稍微加快 超过10公里的速度 加速朝着偏北北西的方向来移动 礼拜六的下午来到了台湾北部海面 接着要等到礼拜六的晚上礼拜天 才会逐渐的离开 所以以这路径来看的话 台风中心主要从台湾海面通过 暴风圈我们把这两个线连起来 可以发现主要的暴风圈也都从海面上通过 虽然不排除可能还是会略过台湾东北角的陆地 但随着它整个北转的时间稍微提早 所以碰到陆地的几率也就稍微的降低一些些了 而以这路径来看的话就是在明天礼拜五 一直到礼拜六 尤其是礼拜六早上的这段期间 是整个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 而威胁最大的范围 因为台风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 所以我们一再提到威胁最大的就是在北台湾地区 另外包括了中部山区南部山区也会有好大雨的机会 反观这次华东地区是在被封面 所以影响就相对小一些了 各地的降雨状况我们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云图上可以看到首先查帕哈台风 原本在这里减弱了变成一个热带低压了 残留水气之后对台湾才有间接影响 至于烟花台风来看的话呢 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 未来24个小时强度还会增强 但不会变强烈台风 就是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 而等到了明天 移动的速度相当缓慢 但慢慢往西北的方向转上来了 所以外围的水气持续的吹进来 明天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在北台湾地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 明天的风雨早上这段时间 持续的增强加大 尤其到了明天的晚上 到礼拜六早上这段期间 将会是整个北台湾风雨最明显的时间表 尤其目前看陶竹苗的山区 会是这次降雨最明显的地方 沿防豪大雨出现 至于中部跟南部明天白天也开始会有降雨了 但主要是等到了明天的晚上到礼拜六的清晨 这时候偏西风吹进来 偏西南风吹进来 在整个中南部的山区 也要提防会有好大雨的机会 反观花冬我们提到这次影响比较小 但是整个偏西风过来之后 在花冬地区会产生沉降增温 所以就要留意明天可能会有焚风的发生 接着快的话礼拜六的下半天 台风慢慢离开 影响变小 接着等到礼拜天的时候 台风进一步远离了 但这时候西南风增强 把南边查帕卡的残留水汽带进来 所以中南部地区 礼拜天开始一直到下礼拜 目前看天气状况都会来得比较不稳定 反观北部东半部 在礼拜天就会恢复到多云稻晴的天气形态 而温度部分 风力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涂涯来看到 我们提到台风整个逆时针旋转吹过来 最迎风面就是在北台湾 还有整个风灌进的台湾海峡 中南部的沿海 风都会来得比较强 我们要提醒的就是明天一直到礼拜六 东北部还有整个西半部沿海 都有机会出现8到10级的强震风 所以最后我们把台风影响的时间表 整理一下来告诉大家了 在明天北台湾风雨持续的增强 其他各地也会有短暂雨 明天的下半天到礼拜六的早上 会是整个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刻 到时候北台湾风雨会最明显 中南部山区 明天晚上开始到礼拜六清晨 也要沿防好雨发生 沿海防强震风 华东地区影响小 但会有焚风的机会 礼拜六下半天台风逐渐远离了 但西南风开始增强了 礼拜天一直到下礼拜 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 依旧相当不稳定 明天天气通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北部地区受到台风环流影响 风雨状况还会持续的增加 尤其在明天下半天到礼拜六的早上 是风雨最明显的时候 降雨变多了 温度也会稍微下降 在北部的高温降到30度上下了 尤其陶竹苗山区要提防好大雨出现 到了中部地区 明天同样降雨也会变多 明天晚上到礼拜六清晨 中部山区也要提防好大雨出现了 台中 彰化 南头高温30到32度 云林嘉乙25到30度 另外提醒在整个西半部沿海 能够提防强震风还有长浪的发生 台南 高雄 屏东明天也会有降雨 晚上山区同样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台南 高雄27到31度 屏东25到32度 东北部迎封面呢 明天同样的风雨也会来得比较明显了 尤其在明天的下半天 宜兰26到31度 花莲台东局部零星降雨 当然留意可能会有焚风的机会发生 外岛地区在明天也会有一些降雨的 尤其金门呢 位在台风的外围下沉气流的地方 高温还是有机会到35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来告诉大家 明天到后天 我们提到台风最接近 所以北台湾延家戒备 中南部山区也防豪雨 礼拜天之后台风远离了 西南风增强 反而中南部的天气状况 会持续来得比较不稳定 锁定台湿气象 军台每天跟你聊天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